我的保镖小姐 你去花园里取东西怎么还没回来 海边能捡到的宝可就多了 你这个神秘的语气 得是某个船长的宝藏级别的 见到完好的漂流瓶可不容易 但你确定这不是海洋垃圾吗 秘密肯定在瓶子里 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说不定是个很重要的秘密 所以连写都不能写 于是漂流瓶的主人 直接对瓶子说出了秘密 然后再把瓶子和秘密一起封起来 所以你可别随便拔掉瓶塞 当心秘密跑出来 以前时不时就能捡到一两个 不小心就知道了太多人的秘密 怎么 你小时候有什么只能说给大海的秘密 不如现在跟我说说 我绝对比所有漂流瓶都要守口如瓶 我总不能把漂流瓶往岸上扔吧 而且你觉得 在捡到那么多漂流瓶后 我还会相信他能保守秘密吗 不过很小的时候 我会找个漂亮的海螺 把想说的话都对着他说出来 好几次把住在里面的小螃蟹炒到搬家 不过长大之后就不需要了 因为 长大以后的秘密越来越多 再漂亮的海螺也抓不下了 你说得对 所以也许 已经有一部分 顺着呼吸融进了海水里 去了比海更深的地方吧 你对我的秘密就这么好奇 那公平起见 我是不是也应该当你的漂流瓶 不行 而且是你刚刚说了 愿意听我所有的话 那么 我现在第一想知道的 就是和你有关的所有 感谢观看